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内文说到 他既犯罪就成为了他丈夫的誘惑者 在《创世记》三章六节说到 他丈夫也吃了 《创世记》三章第五节说 受敌曾说 你们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是恶 他们的眼睛果然明亮了 但是后果却几个悲惨 旷命的人所得到的 无非是恶的知识 罪的咒作 那个果子本身并没有毒素 人所犯的罪不单止是屈从食欲 那么简单 我们的始祖亚当是因为怀疑上帝的善良 不信他的话语 拒绝他的权威而成为了撥溢的人 使到罪恶的知识进入世界 并且为种种欺骗和错误 打开了门户 人因为选择听从那个骗子 不愿意听从唯一又智慧的真理之主 就丧失了一切了 由于善与恶的参集 他的思想混乱了 心智和灵命都麻木了 无办法再欣赏上帝所白白赐给他的善 亚当和夏娃选择了恶的知识 因此如果他们想恢复在伊甸园所丧失的地位 就必须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之下获得 他们不能够再住在伊甸园 因为他们现在必须学习的功课 已经没办法再从完美的伊甸园里面学到了 于是他们带着难以形容的忧愁难过之身 向华美的家乡告别 前往被罪恶所奏造的土地 求虽然受到奏造的损害 但是自然界依然是人类受教的货本 他现在没办法只呈现美善的一面 因为罪恶已经到处冲斥 无论是地、海、空中都被罪恶颠覆了 曾经一度只表现上帝的品性和美善之知识的地方 现在都处处表现出撒旦的品性和恶的知识了 如今人要从以呈现善与恶两种知识的自然界 学习到有关罪恶后果的警告 内文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吧